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4月3日 今天就人少少 只有我和Tony兩個 Tony也在 沒錯 這個叫原班人馬 就是我們兩個 最原始的原班人馬就是我們 原本我也打算有一天 因為星期二現在做兩集 我原本也打算有一天 只有兩個人做 可能可以專題一點 這個星期就是因為刁破人不空 許留山也不在香港 所以就真的只有我們 還有接下來星期五、六的一集 因為Tony不在香港 我們會暫停一集 所以今天我們都 星期二錄音就是星期三出街 希望暫停幾天等你們 但你放心 我聽他們蒙向報說 他們都會錄一些 節目拍攝一下 幫幫忙攝一攝 這個叫做呢 許留山就去了台灣 他是不是接應戴耀廷呢 可能是呀 不是呀 他一早就去了 他那邊主辦論壇 幫幫大耀廷籌備這個五毒合流 他聽到說 今天很好笑 去大耀廷那個港大踩場 有幾個團體 就說五毒合流 記者問他 哪五毒呀 撞毒 僵毒 台獨 港獨 第五呢 總之就是五毒啦 這樣說不到 澳門不獨立 澳門一早就回歸了 本身是紅區來的嘛 澳門在六十年代一二三事件已經是紅區來的嘛 所以澳獨是從來都沒有的 五毒 不夠數呀 即是好像我們數五大羊 七大洲數不到五大羊 因為南兵羊不進去的嘛 正常 所以呢 我們是要改口的 四毒合流算了 差一毒 這個叫做 不斷說說 因為很多人可能一頭冒水 聽我們節目 這件事就應該 大家都知道 抱歉我 我有些喉沙 有些病 所以通如你可能說多一點 我有避陰說話 戴耀廷這件事件就是 他早前就是 在復活節假期之前 出席台灣的論壇 以我們理解台灣的 組織搞這些論壇 很常都有 他們說這些論壇台灣其實每天都舉辦的 到了禮拜六的 舉辦筆很多 有點像 香港在旺角 也很流行搞街頭的論壇 那些論壇基本上是每個禮拜都有的 有一段時間 這些好像也不止 好像 普及程度 街坊福利會 搞節目 每天都有的 事源 戴耀廷就出席了一個 台灣青年 反共救國團 的論壇的時候 在論壇裏面 說了一些主張 他的主張 說了 假如 如果中國成為了一個 民主國家之後 香港 可以實現民主普選 以及人民自決 港人到時就可以考慮是不是成立 獨立的國家 或者是 跟中國其他地區的 族群組成 聯邦或者是 邦聯 例如 跟廣東 合併 成為一個大粵國 或者 廣東福建就變成一個粵國 自古以來 其實就不是很古的 因為如果是說秦朝 那個版圖是不包括 廣東 福建 廣西 那些地方 因為是百月 越南那個月 所以越南外交部 曾經 有一個聲明 譴責中共 說 福建 廣東廣西 自古以來就是 越南的神聖領土 好 很多年前出過一個聲明 因為 在秦始皇年代 這些地方叫做百月 所以 這些地方 不屬於你中國 當然這些都是 打飛機啦 現在很明顯是屬於 所以如果人們要Camp回歸 數到2000年前的時間 香港要回歸越南 那些人不肯 計自古以來就很麻煩 因為從來大家都知道 就算你多不認同 這些言論 也好 中國的版圖歷來 都是大大小小不一的移動 因為如果 數到2500年前 中國的版圖 就只是在 黃河 流域以南 以北 通常是那個圈 河濤附近 中原地區 河南 河北 這些地方才叫做中國 其他地方是 萬宜用滴 南 萬 西宜 北方就是滴 是吧 所以呢 阿勇 西宜就北敵 所以呢 你們那些歷史 就要 讀多一點 不然就很容易 露餡 因為你說到自古以來就很麻煩了 因為 外交部的記者很穩陣 因為問到他們全部都是自己人 沒有人問 如果你有一個適合歷史的詢問呢 自古以來的古字去到哪一年呢 你去到如果 公元 八百多年的時候 別人會跟你說 蒙古國都可以 自古以來 數到公元 1200多年 算是元朝就麻煩了 版圖就遠至 及至歐洲 去到威尼斯的 差不多打到 到時就很難 跟你算數了 可以跟他們組織歐盟 CAMP回歐盟 也不用帶一路 跟歐盟 歐盟一人一半 直接拿回 不是一人一半 回到大耀廷 回到我們大中華地區 那麼這件事怎麼看呢 這件事 有什麼啟示 有沒有收到什麼風 這件事 消息就說是有心人特意裝糾 為什麼呢 其實 中聯辦 其實是他很久 其實由他佔中開始已經 大耀廷是一個謙謙君子 又沒有分外情 捉不到他分外情 捉不到他叫鴨 一直都沒有痛腳 沒錯 即使是 可能 過馬路都看紅綠燈 都不會衝紅燈那一隻 那他們衝了都死不了人 抹黑不了 大字標題 那他可以告訴我 衝紅燈是為了佔領馬路 他是一個聖人來的 所以是不能有錯的 明白嗎 差不多 打黑癡 馬上拿紙巾來包住 怕那些微菌都被抓到你打黑癡 不戴口罩 不拿紙巾 所以 戴耀廷這幾年 坦白說他們中聯辦派了一隊人 24小時監視 狗仔隊是跟著的 那麼這次 順意 等了那麼久 可能 戴耀廷打算離開了香港 終於擺脫了那些監視 沒有人跟 你去到哪裏呢 台灣有很多共產黨的 101大樓 台灣那邊可能是更加多 更加多人 更加多共諜 你看上次 眾志那群年輕人飛過去 參加論壇 羅冠聰被人打 台灣那邊更加危險 那邊是白狼的兒子來的 不過現在讓人家起訴他 現在告那個人 告那個人 那你想一下 戴耀廷人家 批了你那麼久 終於你也有同腳在人家握手 人次是有心裝你 他說的話 如果 頭腦 清晰一點 都會記得 香港眾志就是衰一樣 選舉主任 出來說就是你們說過嘛 我們這個節目講了又講的啦 我們去年已經講過這個問題了 就是 你香港眾志衰就衰在你那個 政綱 政綱 政綱就是主張港人有自權 將來香港獨立是其中一個選項 他就把你打成港獨了嘛 戴耀廷你還犯重複的錯誤 人家等就等你講這句話 等了你幾年 你終於忍不住 還是呢 現在 其實是叫做受人 以病 人家本來沒有位子砍你 你就突然把刀柄交給人家 人家禮手碼砍你 是不是 然後 他這個叫做 對方 主辦方叫做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 這個理事長叫楊悅清 是一個女士 一個女士 一個長者 受這個TVB訪問 他 就說這是一個平台 被全世界 受到中共壓迫的一個集會 類似這個中共撫主大聯盟 屬於這個撫主大聯盟 他就提到針對這個團結盟兩個字 大家會很緊張他就說只是好消事而已 這件事 你其實也是沒有讀歷史的 盟這個字在中共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禁忌 為什麼 中共 每一樣東西 都將你打成一個集團 一個聯盟 反黨聯盟 什麼反黨集團 反黨集團的人 只是一個人 也可以成為一個反黨集團 所以 他是把那樣東西 把你形象化 好像很大的團火 你這次很明顯沒有人看到嘛 把所有旗出來 五支旗就當你五個組織 如果你沒有100支不同顏色旗 他就當你100個組織結盟 是一個反共 推動港獨台獨的結盟 所以 那個位置是入到你剛剛好 然後 港澳辦 中聯辦香港政府出了聲明 譴責他 香港政府出腳是3月30日 就是 復活節假期的第一日 政府就發表官方聲明 說有傳媒查詢 帶教授過去台灣 參加論壇的時候 發表香港可以成為獨立國家言論 政府就再次 出來譴責這些說法 對這個言論感到震驚 任何港獨主張都不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政府罕有地 複稿複得那麼快 因為那天是公眾假期 大家也知道 政府複新聞稿的速度是相當之慢的 我們也分析過很多次 之前也看過 他們很流行凌晨的 例如鄭若驊 司長複的時候 平時律政處很少會發聲明 終於頂不住又發一次 選擇一個星期日還是星期六 深夜凌晨 大家都看得到 政府平時做事就是這樣 到底這次 為什麼會有一個大合奏 的情況 同一時間 政府又發表聲明 所有建制派 中聯辦 各方勢力都一起去發呢 大家是不是約好了呢 埋了你那麼久 你終於掉落陷阱了 所有人衝出來 檢獲那些是善利品 那隻肥羊等著你那麼久 你掉落了一個洞 大家衝出來 準備 替羊毛 和燒羊肉 好像在玩 紅綠燈 過馬路要小心 還有數字球 整班人陪你玩 其實只是想要抓你一個 其他那些 不是想要抓的 玩粥呢 一喊到你的號碼就全部散開了 所以這次其實真的是 有一點失言 因為 我們期望戴耀廷的水平是高一點 其實沒有想過他會 他自己 最糟糕是 你說不是呀 我勢死捍衛我這個主張 又不是呀 現在他又說 其實我自己 不贊成 港獨的 格拉 說了一大堆 問題又回來了 你的 支持者又會問你 你又不贊成這件事 這個又不是你的主張 你說你把 打什麼呀 其實他在測試中共的底線 是不是他用一個人欲的 叫做什麼 他不用測試了 他應該知道 我只是說 他想帶出 觀點 我以身事法 用我自己的命 去測試一下中共底線 Johnny說得對 不用測試 因為 早一個月前 他已經 選舉主任告訴你 結果是甚麼 是不用測試 是不給嘛 是不是 總之就是因為這個理由 不讓他 DQ他嘛 是不是呀 現在 他可以用回同一個理由 可能DQ你港大的那個教值 也不一定 很大機會 我覺得坊間 外面的情況 是 這次 是想把大耀廷 打到好像梁遊 當時的 是 他們建制派的朋友告訴我 他們那些WhatsApp Group 是瘋傳這件事 我媽媽也在說 連在那些 很普通的那些 同鄉會那些 那些 傅姆 普通的傅姆 都在說 這件事 其實 完全中了人家計的 你現在自己 明知的陷阱 都撿著腳下去 其實 就夾住了 暴手器 夾住了 戴耀廷 接下來 是一定會 在《環球時報》 都出了 其實跟當年打梁遊 一模一樣 所有的宣傳機器 都開足了 然後《環球時報》出社論 《人民日報》 現在好像還沒有出 《環球時報》出了很多篇 《人民日報》好像還沒有出 如果出了《人民日報》 還要撲出來說 現在政府 為23條立法開路啊 也沒有人提 這件事 你撲出來 說是為23條 立法開路 那你是不是想提醒他 還是怎樣呢 《人民日報》出了聲 《人民日報》海外版原來 出了文章說 港獨違反這個基本法 刑事罪行條例 坦白說 幫你說的話 就是 你的言論 無論如何在這一刻 香港也一定不是犯法的 因為香港暫時沒有任何分裂國家的罪行 另外一個問題 那些人也說得很清楚 坊間而列討論 就算23條立了法 都抓不到你這次的 因為你不是在香港說的 香港是沒有司法管轄權的嚴格來講的 除非你是在香港策劃一件事 一個所謂 法律上叫做 Conspiracy 一個合謀 例如我合謀犯罪 我在香港做 然後我的過程 其實就是在香港策劃 後來我只不過實行地點去了台灣 香港的法院都可以拘捕你 因為香港都有司法管轄權 除非如此 所以這個情況 基本上就很困難 就算要抓你 如果你真的走去搞 現在 其實到了時到如今 怎麼辦呢 戴耀廷 怎麼辦呢 人家有心捕你了 你就被人捕到正了 是不是 那怎麼辦呢 其實 你真的問我 我覺得 吞一吞好像好一點 例如出來道歉 我是傾向贊成的 他道歉 人家未必肯放過他 那你的力 會緩減了 你覺得 當這件事是錯的 你出來道歉是不是好過 好過你 出來頂呢 如果以緩和氣氛的角度來講 如果他出來道歉 又或者你可以學一下林鄭 林鄭如何面對當時遇災運動呢 出來搞一個 搞一個高峰會議 跟學運領袖 那他跟誰搞呢 他不知道 他沒有對口單位 現在人家不理他 你就算想搞也沒用 你身出橄欖枝的人 禮手就 劈在地上 現在沒用 反過來 他現在說真的 是被控制了 但是我覺得很大機會 就是把他的角色 借著這個藉口 給壓力 當然 不用給壓力 可能李國章已經等了很久了 廣大就等了很久了 其實廣大想動你很久了 校長又換了人 很大機會就是 趁這個機會 你們甚至乎 賠點錢給你 你已經是損害了廣大的名譽 什麼什麼什麼 人民日報也出了社論 海外版 他到時動了你 就等你的光環拆掉 然後 最大問題是什麼 就是外面有些支持他比較淺黃 或者比較 沒有那麼深黃的那些 有開始有些人已經動搖 對大耀廷 這是最大問題 我們也看到的 一來就 不會贊成你說的那樣東西 雖然你自己也不贊成 二來就是對於你的政治智慧 有一個非常之嚴峻的質疑 為什麼會處理到這件事 因為當日罵梁柔都是罵他們是蠢的 當然後來又說他們是鬼 又蠢的也是鬼 我不知道兩件事可以磨合 但是你現在的情況又是蠢 可能後來又說你是鬼也不成功 照計人不能說的 說他是鬼就這樣 好像說不通 但是說不通也很嚴重 問題就是 現在你的處理這件事其實是很嚴重的 因為你信得過程失數二 你出來站硬 你到時就可能會搞得你更加金 但是如果出來道歉 你的支持者會覺得 你為什麼不站硬 就會覺得要你站硬 變成他現在 真的兩邊都 我又覺得他的支持者不是很想站硬 是嗎 我覺得 昨天還要去遊行中聯辦示威 今天還要聲援戴耀廷 這是什麼迫害 已經去到 已經是政治迫害 要他站硬 很嚴重 說真的 拆掉戴耀廷的光環 以後都不用再搞雷動 是不是 本來他就是搞雷動 雷動就雷死了很多人 但是 現在 我覺得戴耀廷 唯一有機會自救 其實他不能再搞雷動 很多民主派的人 其實很開心 不會被他雷死 對於本土派來說 起碼是芒果佬第一個好開心 因為芒果佬就是被雷動雷死的 其實很多民主派都被他雷死了 很多老泛民被他雷死 那些是老泛民而已 年輕的就好像沒事的 年輕的就很想雷動雷 雷下去 我覺得他也有一個自救方法 就是走入美國領事館 尋求政治庇護 好像 薄熙來的那個 薄熙來的那個 黃立軍 當然 走到這一步 為什麼要流亡海外 你不可以像阿桑奇那樣 躲在大使館 躲在幾年 雖然美國佬可能也會保護你的 不過現在這個 特朗普上台很難說 夾著他 扔回來 不用扔 他直接說 你來美國 轉記 中國領事 forward forward 大件事 到時候好像禮物 到時候 Patterncy 有一份 GIF 給你 大件事 這節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再聊